华为天才少年顶级薪酬值了 实现全球首个Automo大规模商用 2019年6月 华为发起项目 这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托致世界往前走战略的重要一环 在项目启动的两年以来 来共计17人入选 并在部分岗位取得了关键成果 第二年 六将研发端道端像素及Automo流水线 成功将视频摄影原型算法的复杂度降低百倍 再次突破业界与学术界的极限 强有力的算力和平台支持 以及真实的业务场景吸引了中招加入华为 入职后 中招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研究如何用算法来弥补光学的不足 实现手机拍照超越单反拍照的效果 即通过Automo技术在保证拍照出图效果的前提下 把算法简化下来 满足产品功耗 速度等指标的要求 在培养的过程中 田吉提到 第一步是沟通 了解他们的长处 第二步 好刚用在刀刃上 白右痛点 难点介绍给他们 做好创新从0到1到1的链接 第三 鼓励他们主动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第四 提供很好的实验室氛围 鼓励自由思考和讨论 华为对天才少年的期望 是做最强的接触研究 把这些基础研究的成果落地到行业中 最后沉淀到AI平台上 据华为官网显示 除了中招外 2019年入选华为天才少年的左鹏飞和李毅 目前已在华为从事云存储研究工作 和操作系统形式化验证工作 再被问到如何评价基础研究是否有成效 心目中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实 任正非曾经表示 定价基础研究 不能采用量化的考核方法